我们每一个人心理的安全感是特别重要的 当我们自己的心理安全感足够好的话 我们对外界变化的这些事情 我们会有一定的控制能力 也就是说我们不自意造成我们的心理失衡 情绪失控 所以说平时的时候也需要我们来学习一些心理安全感的一些方法 那么我给出下面的一些建议 第一条我们称之为叫行动指南 那么行动指南一 其实我们也要学习一下有关的 当这次比如说发生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 这个突发事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性质 那我们要从正规的途径去了解到一些正确的一些知识 比如说像这次新冠肺炎 那么我们要从正规的渠道去了解新冠肺炎病毒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途径传染 其实的话得了这个病以后也不是说都会非常非常的严重 只是极少数人可能会这个病情相对比较严重 需要有这样的一些正确的知识 这是一方面 那么行动指南二的话呢 其实是要让我们自己无论发生怎么样的突发事件 我们自己先不要乱 所以说也还是要提到 我们无论发生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也好 其他的自然灾害也好 我们尽量的保持我们原先的那样的一个生活规律 那么我们要休息好 我们要吃好 比如说我们在家里 如果像这次新冠肺炎 我们在家里时间比较长 那我们也要足够的保证自己就是休息好 也要吃好 比如说多吃一些水果蔬菜 然后保持一定的适量的运动 这个对于我们保持那个心理的这种平衡 是尤其重要的 好 第二条呢 我要讲的就叫自我关怀 那么自我关怀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么做 比如说我今天有发生 至少要记录下来三件 值得我去这个 就是分享的一些开心的 愉悦的这样的时间 那么这些时间呢 我们可以记在这样的一个便利贴当中 那么这个便利贴记下来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贴在电脑边上啊 或者你的书房里啊 就是我们能够经常看到的一些地方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些正性的 积极的这些内容 时常的来刺激到我 让我不要老是去 这个去那个 关注一些负面的信息 其实我们人啊 其实是有一个心理学上 是有这么一个现象的 这是我们好像关注那些话的消息 好像要比关注好的消息 有时候好像要优先 所以说呢 我们时常的要提醒自己 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好的事情 积极的事情 所以这个便利贴是很重要的 我们每天或者说 昨天发生了哪几天 让我值得开心的 让我值得记忆的 那么这些事件的话 能够写下来 让我自己能够去 就是进行一个 比较振兴的那种感受的 这样的一种感受 能够增加 另外一个自我关怀的呢 就是说 比如说当你自己想 如果我很恐慌 很焦虑 或者我很担心 如果说你的朋友来告诉你 他说我这段时间 我特别焦虑 我特别恐慌 或者我特别自责 你不知道会怎么样 去安慰你的朋友 好 如果说你是 你是怎样去安慰 你的朋友的 这样的一些话 你可以跟自己对话 你觉得这些话 如果我跟朋友是这么说 那当然你跟自己说 也是有用的 如果你自己觉得 我这些话 对自己好像没有用 那你就换一个方式 来对自己说 也就是说 我们对自己有时候 对别人是很宽容的 对自己有时候是很苛刻的 所以我们试着 能够角色互换一下 如果是朋友 对我这么讲 我会怎么安慰他 那我安慰他的这些方法 也安慰自己 这个是自我关怀 好 第三个呢 其实说我要给大家 简单地介绍 两个非常好操作的技术 一个呢 我们称之为叫 水管以刮器技术 因为我们当这种重大的突发事件 发生了以后啊 我们有时候真的不太好控制自己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糟糕的 消极的这些念头 这些想法 或者有些图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自己想象 有一个这种高压水管 或者像一个想象 有很大的这个雨刮器 那么把这个图像 就是消极的这种图像 我们用高压水管把它冲洗掉 把它冲洗干净 也可以想象 有把很大的雨刮 把那个消极的图像 或者消极的意念 给它刷干净 这是一个叫雨 就是高压水管 或者雨刮器技术 我们称之为就是叫想象技术 第二个技术呢 其实是也非常简单 我们称之为叫正念 正念冥想 那么正念冥想呢 其实它的关键呢 其实是关注 觉察我当下的一种情绪状态 或者简单教大家一个叫正念 呼吸方法 我如果当这个时刻 我的情绪很糟糕 我不能指控 好像要发火 然后你可以自己关注 觉察你当下的呼吸 比如说在呼的时候 你的注意力 其实是要集中到你的这个呼的这种感觉上 吸的时候也同样 你在关注你的吸的这个感受上 所以我们只是关注 觉察当下身体的这一些 比较放松的那种状态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那些消极的那些不好的感受 它随之它自己也会离开 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叫正念冥想 这样的一个技术 好 第四个呢 其实我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提升 我们自己的积极的意念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叫做什么 去感受美好事物的能力 只是有些时候我们的能力在下降 或者说我们的能力相对比较弱一点 所以我们也要提醒自己 要有意识地去关注周围美好的东西 比如说想春天来了 你走在这个公园里面 你有没有能够及时地去关注到这种 春天的那种花花草草的都已经非常漂亮了 你有没有感受到那种春天比较暖洋洋的那些气息 所以说我们自己就是时刻地去提醒自己 其实美好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 我们要时刻地去关注这些 如果说我们这个意识提升起来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关注美好的能力提升了以后 其实对我们自己整个身心 它也是一个积极的正反馈 就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积极的情绪 从而呢我们对自己思考问题的能力 我们处理问题的能力 我们都会进一步的提升 从而也应对一些我们的环境当中变化的 这些突发的公共事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